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赛道上缓缓滑行的就是刚刚以27秒67的佳击 为中华队夺下第一面金牌的女子组滑冰选手黄玉婷 台上满满的观众 每个人都鼓掌为她叫好 那么黄玉婷在刚刚以这么好的成绩拿下金牌之后 她开心的跳了起来 她说为了这个比赛练习了好久好久 如今她的努力有了代价 她拿着中华奥会的会期 缓缓的在赛道上接受在场所有来自台湾的相亲朋友们 对她的加油及对她的鼓励 而这面金牌对中华队来说意义非凡 原本在赛前就预估这一次的华冰竞赛 中华队拿下银牌甚至金牌的机会相当浓厚 那么在今天的赛事当中 果然我们可以看到大画面中投影出黄玉婷相当欢欣的表情 我们一起来为黄玉婷加油 也为中华队加油 以上是现场最新撰话 主播 好希望台湾学员